那我們現在進到群組的概念 知識的話等於好像我們去圖書館借書 每個人都可以借 都可以看 好那每個人都可以訂閱 可是呢如果你希望 我是開課的方式 那就用到群組的一個概念 群組的概念 所以 我們剛一開始是請大家先按個加入 有一個群組代碼 那這是因為如果說 假設你的群組是不公開的 因為我們在發現這邊有沒有 除了知識也有群組 像我們現在的是有公開啦 所以即使你沒有代碼也可以進來 昨天那兩個就是這樣誤闖進來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打算公開 你可以去產生一個所謂的代碼 那就是知道這個代碼才會進來 那有些時候不小心這代碼會流出去嘛 所以你還可以更換一下 我們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建立 給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是 就是 一樣按住鍵盤站的Enter 當然像他現在最近呢 各位應該都有發現上面有一個 黃黃的大字嘛 對不對 這個是因為他 前幾個禮拜 出現了 蠻嚴重的 錯誤 讓時光倒流 回到去年924 不是921 所以資料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有做調整 也就是說你的不管是知識也好 群組也好 這些資料可以匯出來 那可以匯出來就可以匯入 所以你看我在建立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匯入的 動作 這是以防萬一啦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備份的話 不只是知識 包括群組也有 好群組也有 那 比如說你看我們就先建立 好 Enter 等一下 我建立好 為什麼沒有 好重整一下 我就用我們現存的 好吧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這邊 預設他並沒有產生代碼 預設沒有產生代碼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這裡點一下 有沒有可以清除或者重設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萬一你不希望這個代碼流出去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 換一下或者清掉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跟我們知識比較不一樣喔 有沒有 跟知識比較不一樣 他裡面就包刮了更多 就是 跟 這些所謂互動的一些工具 那 你可以選擇 你看 首先第一個 還是要知識 為什麼 因為所有教材是不是都在那邊 這個知識可以來自哪裡 可以來自你自己的 也可以來自別人的 也可以來自別人的 比如說你看我這個知識 有沒有從自己 這裡 是不是可以加入 對不對 自己的知識 是不是就可以去選 那如果萬一你要 比如說 我就看到別人很不錯 已經整理好的 那就不用我自己加啦 對不對 我只要去找 你看喔 轉這邊 知識 我先去找 喔比如說 幽夢影 好 點進來 如果我覺得這個不錯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加到我的群組 你只好加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群組裡面去引用它 這樣了解了嗎 反正 他沒有牽造 著作選的問題嘛 因為人家已經公開了 所以你就把它加到我的知識裡 加到群組裡面去 你從這邊加進去 那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面的 裡面 知識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 他就出現在這裡面 那至於說 你要不要公開 所謂的公開是指什麼 同學要不要讓他看到 如果你覺得要保留一點老師的尊嚴 有沒有 不要讓他看到我從哪裡學來的 你就不要公開 那如果你覺得沒關係 反正你就去那裡看嘛 對不對 我教材是從這邊來的 你就 這個鎖頭打開 好那 像各位你 你會發現 我在右手邊這邊 我還有把它顯示在側邊 等於說 你 除了 從上面進去 這裡也可以看 有沒有 那紅色的就是我現在不公開的 我不公開的 藍色是 可以 讓同學自行去瀏覽 自行瀏覽的 那 有了這些知識之後 你就可以來 做所謂的任務 任務了 因為其實我們 進班級 比較重要就是要做什麼 學習嘛 那 知識很多 你不可能說一次就全部塞給他 可能要 按照老師 比如說自己的進度也好 或者是 依照任務去分組 那像我們現在這種方式 我就用任務的方式 你可以從這邊增加 那 它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任務 一個是分類 分類指的就是好像做一個區隔 這樣子 才不會全部擠在一起 好 才不會全部擠在一起 好 那你看喔 比如說這是我的 OK 你好了之後按Anton 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 那你要怎麼樣去增加 預算呢 你增加了 是不會直接 馬上出去的 好 不會馬上出去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 點一下 好 選取單元 有沒有發現 這個 這裡面的單元 就是從你剛剛的知識裡面來 那我在這裡面去找 你看喔 有沒有就找到了 而且如果你是剛剛都已經有整理好了 其實我就 假設全部我就一起勾 就可以全部一起進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 你就可以把它整理起來 像我一直強調就是 我把OneNote當作是什麼 即時上課的 讓同學知道說 我現在就是要講哪些東西 我雖然 幫你找了那麼多 可是我不要你自己個別去找 因為以前我的困擾就是 我整理太多 整理太多也是一種罪過 你不知道嗎 對啊 所以 像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就會 我就在幫他做這個選單 讓他可以直接跳 你要看教材的 要看哪一個的 統統就從這邊直接點 可是 即使做這樣還是不夠 那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你的任務可以像這樣 那 至於說統計的功能 你要不要開放 其實你可以自己從這邊 設定裡面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開放 原來 你們看不到統計 我剛剛沒有開放 所以如果我把自己勾起來 你可以只開放單一個 自己看自己的 也可以讓他看別人的 這樣儲存 那儲存完之後呢 你們的任務這邊 你會跟我一樣 統計是可以按 統計這邊就可以按的 這樣你們了解那個概念了 OK 那麼 因為 是上課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還有什麼 有時候我們上課有一些相關的連結 對不對 那相關的檔案 檔案部分 原則上 會從哪裡 他會跟Google 或者是 Jourbus 在台灣 Jourbus現在用的不少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去抓進來 比如說我都點這個 所以其實我蠻建議大家 你可以怎麼樣 使用那個 雲端連結的功能 雲端連結的功能 萬一你的連結來自網路上 你就用這邊 打下去之後 就可以 就可以 那萬一名字要改 你可以點到這邊 那去做調整 好做調整 那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的教材裡面 這裡 因為有些學校 尤其現在國中小 幾乎 每個學校都會有 Google的貸款信項 Google貸款信項 也就是 這個 你可以 連到我的那個 文章裡面看一下 這樣 如果像這樣會卡在裡面 你覺得太小的話 上面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新分頁 這樣就可以跳脫 就可以跳脫這裡 好 像剛剛我把它 放上去的 我的雲端硬碟這裡 這是我們 那個的 那我的 是放在這邊 有沒有 我放在這裡 這是學校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 一般 我們 Google的那個信箱 是15G 15G 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這邊 椅子這麼多的 如果你看你的 你會發現他下面還會 還會有一個說你現在使用了多少 可是我這個沒有對不對 因為啊 雖然你看到 我的信箱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不是Gmail 是學校的網域有沒有 學校的網域 可是怎麼樣 還是Google的帳號嘛 對不對 Google的那個界面 那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問一下 就是學校的那個 資訊人員 看看 他有沒有 就是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呢 其實 你 現在呢 他已經變成 無限空間 無限空間 那這樣你的教材啦 影片啦 放上面 就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有的人會擔心 我如果是放到YouTube上 好像都完全對外公開了 有沒有 他不希望這樣做 那你可以考慮放在 Google的雲端硬碟上 那雲端硬碟上 你在分享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 就是直接就完全公佈在網路上 好所以 多一點點保障啦 如果說你有這種 困擾 擔心的話 你至少不會完全就直接 出現在網路上 你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 順便這裡還有一個 Google現在要做這個 Google Classroom 不過目前啦 目前他的功能 還稍閒陽春 但是還是不可小覷啦 他比較適合 目前的功能 比較適合 交作業而已 好就適合交作業 但是 也是一個 方式之一 好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是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您對於我們 這個 群組 有沒有比較有概念的 有的齁 那 當然這個 應該不用我教啦 對吧 就直接點就好了 那 比較特別就是 這裡有所謂的表現 這個您可以自己增加 其實說真的 我只要我只要用了一個之後 我就其他的我都從其他群組加入就好 因為我只要做一次啊 所以其實 不管是老師或同學 第一次最辛苦 因為沒有知識嘛 沒有群組嘛 無依無靠的 剛開始 起頭難 等到你真的都有了 你看包括我的檔案 有沒有都可以從其他群組進來 你做一次就好了 包括我的連結 或者做一次就好啊 我就直接勾一勾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第一個認真做一點 沒有人笑你笨 因為 自己的知識 自己整理嘛 現在都流行這種造句不是嗎 自己的什麼 自己救 對吧 所以說 其實當你整理好了 真的 我們 速度上就快很多 真的速度上就快很多 那不管你是用在社團也好 學習上 也是一個很好的幫助啊 對不對 就算你沒有建立群組 你找這些知識也很好用嘛 那麼 筆記的部分呢 他也會完整的幫你記錄下來 像我剛剛有沒有在上面 他也可以一樣可以做匯出 你如果說 怕資料會疑失 你就可以 把它先保存下來 這樣OK嗎 可以好 所以這樣應該大家對群組 應該就比較有概念了 來 給你試試看 我 我們 先來